九州大陆灵气鼎盛 各族势力崛起 西方魔法师 东方修仙者 甚至是妖族 全都汇聚在九州大陆争夺资源 因此 大洲国特赦人才是 发掘更多有天赋的人 入宗成为修仙者 少侠 来我何欢宗 有美女助教 亲自指导修炼呢 我又加入 我先来的 别插队啊 我我我 这就是我的简历 练气三层 机灵双链杆 自带天资号神器 还是重本大学毕业生 数次捉绝天赋 不出十年 必定妒解呀 哪里哪里 您过奖了 这启封谷 据说是什么影视大宗门 像我这种天才 他们肯定 不合格 前辈 我可是大周五道口 修仙技术学院毕业的 你要不要再看看 哎呀 这么多人 居然没有一个够够的 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呀 欺人太善 嗯 哈哈哈哈 就你这资质 也想入宗门修仙 还到处发简历 在这丢人现眼 除了七宗联盟 其他宗门修人 不限资质天赋 我凭什么不能来 更何况我这样的资质 在修仙史上 也有成功读截的前辈 你们少瞧不起人 还挺倔 不过 我看你倒有几分资色 要不这样吧 你来做我的天生秘书 我就帮你入天机壳 混蛋 你放开 你放手 老子看上你是抬举你 别不是好歹 哪里来的小白脸 敢对我们天机阁的人动手 戏群不张眼的东西 混 哇 好厉害 在下施灵灵 歇过二人 哦 举手之了 嗯 啊 你居然是费灵根 嗯 是 太好了 跟我回启风谷当我家小师妹吧 学武修二 包吃包住 还有无血意见 待遇丰厚哦 啊 居然要个费灵根 这座门怕不是个骗子吧 费灵根又如何 无非是教的人无能罢了 放心 如果启风谷 我定让你成为世间绝顶般的存在 你愿意拜入其风谷门下 时间不等人 我这就带你回国 终于骗到一个 不 哈哈哈哈 师父云庸在外 拜师那些俗里就见面了 我先带你认认人 这就是启风谷吗 这也太 潦草了吧 二师弟 快出来接见我给咱们启风谷挑的小师妹 这就是咱们启风谷的二师兄 树小成 滤镜和现实差就这么大的吗 那 说兔头吗 哎 兔头先放放 这是我刚现 刚收的小师妹 石灵灵 先来的 吃不吃 不 不用 好 那我再去拿两个过来 请人说话 喂 你二师兄可是启风谷最强的人 性子嘛 是有些古怪 但人不错 以后 你就跟着他混哈 最强 可二师兄浑身上下一丝零气都没有 分明就是个凡 哎呀 小师妹啊 有些话可不能乱说 会出大事的 快躲开 一个小兔 赶打老夫的孙子 滚出来 哎 忘记了 阴阳离子被小成打发去炼丹了 要不然这群赢赢狗狗哪能进来啊 是天际阁的人 大师兄 怎么办 呵呵呵呵 莫话 七舟老爷 就是那小白脸子打的我 这小子的境界 我居然查探不出 莫非在我之上 还是先视他一方为好 单欺辱天机阁的弟子 老夫今天就给你们些教训 是谁 谁在偷袭老夫 是你踢翻的炉子 凡人 区区一个凡人 竟然能伤到老夫 这不可能 瞧不起凡人 快 小王 请救老爷 区区一个猿鹰也敢瞧不起凡人 就算你石头截起 我也照样打给你看 哇 二师兄这么强的吗 都说了 他是启风谷最强的 记得吸血教训啊 千万不要瞧不起 一个凡人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力气 可恶 老夫从未受过如此羞辱 混账东西 老夫方才不过一时大意 让你这小小之辈有击可成 天机 苍狼氏 这苍狼氏可是天机阁内门制高法术 二师兄小心啊 安拉安拉 你二师兄什么场面没见过 老夫今日便让你瞧瞧 天鹰 与你这肉体翻拍的区别 我看分明就是一只只会乱叫的疯狗 怎么会 打狗棍法最后一时 队长老 是什么来着 凡人 如何能破修仙者的术法 别吓你 二师兄只是一个凡人都能这么强 要是我也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小师妹 我不是告诉你不要在他面前提吐吗 我不是你吓死我 二师弟冷静啊 小师妹入门还不到半个时辰 孩子小孩不懂事啊 去把鸽子喂了 吓死了 喂 新来的 凡人照样可以变得很强 不要瞧不起凡人 是 我没有瞧不起凡人 我只是希望能变得像你一样厉害 小师妹 走吧 我带你去割棚 好 对了 大师兄 修仙界不都是用通讯符和同传纸联络吗 为什么启风果还在用信歌 你二师兄他用不了通讯符 冬青月 你背后说人坏话别语我我听不到啊 总之信歌那边要是有书信的话 直接拿给你二师兄就好 大师兄你流血了 我 区区致命上 我都习惯了 你来吗 我都等你好久了 事不宜迟 咱们赶紧开始吧 用力 好舒服 好舒服 可然还是只有你最懂我 不是我懂你 只是因为我和你一样都不能修仙 看破别说破呀 根据数据样的分析 修仙药当于至少九九八十一次为节 七七四十九次碎骨虫铸 以及上百次的偏骨伤 用这样的痛苦 来换一次得到成仙的机会 我的计算程序认为是不值的 你现在的生活非常平静安逸 为什么一定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呢 因为我想非常成仙 长生不死 吃一辈子麻辣兔头行了吧 可惡 有什么他们可以消息 叫我不行 二师兄 有你的心 你对不起打扰了 我这就走 谁吧 这么美好的躯体 何不与我们同修 共享极呢 没想到二师兄 还有这种疲惑 你给我出脑啊 他叫六腰八 别叫六腰八 是你的五师姐 不对 师兄 也不对啊 师兄师姐都行 你就当他是修炼了特殊功法 才会变成这副模样 不是什么妖魔鬼怪 我在大洲国那么多年 从来没见过五师兄这样的 难道是 传说中的南蛮国的秘术 你就当是吧 刚才我在给二师兄进行推拿疗法 这可以帮人疏通经脉 活络经苦 你要不要试试 我可以吗 这是我师兄修炼的技能吗 好新奇啊 原来还有这种修炼方式 对了 二师兄别忘了开心 怎么又是这个老六啊 每次送信过来都没好事 今日我得上国点击 那有重塑灵根之法 不过 俗话说得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正好我这边的四项如意阵仪式 需要点人手 还望二师兄顾辞辛劳 助我燃眉之急 又来这一招 我信你个鬼啊 这是你六师兄白来的信 他在监察院六处工作 监察院 那不是大洲国专门监督管理 修仙和妖物的组织吗 大师兄没骗我 西风谷果然卧虎藏龙 我一定要向师兄师姐们好好学习 你以后见了老六 多远点 跟他牵扯准备好事 有那时间搭理他 还不如好好修炼呢 那就请二师兄开始吧 开始什么 指导我修炼呀 二师兄虽然是个 但你轻轻松松就打败了原因期修士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强的人 你一定是有特殊的修炼方法吧 二师兄虽然是个 但你轻轻松松就打败了原因期修士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强的人 你一定是有特殊的修炼方法吧 没啊 我是费灵根 不能用正常的方式去修炼 但是如果有二师兄来指导 我一定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修炼之路 变得像你一样强 熊师兄传授我变强之道 都说了没有了 根据数据统计 二师兄在指导他人突破这方面 不有结束 真的 瞎说啥呢 数据显示 三师兄被树小城指点后 从中心到了很虚静 四师兄考虑树小城的指导 从练气晋升到化神 二师兄更是一路被树小城指点到了肚结期 就连天赋最差的九十地 也在树小城的帮助下 到了住机器巅峰 这些都是实际样的数据 二师兄好厉害 完全可以当对三 二师兄 求求你快点指点我开始修炼吧 我要是指导完了连你也分手了 那整个师门岂不是又只剩我一个 不能修到的孤寡老人了 先糊弄过去好了 修炼 先要明心 你修炼的目的是什么 我 我因为是费灵根 从小被其他人看不起 也总是被他们欺负 那些天际阁的败类 之前也嘲笑过我的体质 所以 我要变强 我要证明自己变不弱 你变强到底是想要证明自己 还是想要报复那些曾经霸凌过你的人 我 连自己本心都看不清楚 就算你是极品天阶灵根又如何 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终归是个软弱无能的废物罢了 一个废物 有什么指导的必要吗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废物 不是 不是吧 稍稍积两句 血压就开始暴涨了 就是 想报复他们 怎样 血压升高 性能加快 周身气血流转加速 气血已经通过接触照样穴道 还有三处尚未通过 但经脉读色 是 我率弱无能 可在这个修仙为尊的世道 身为费灵根的我又能如何反抗 能不能修炼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 我 我的灵力在暴涨 感觉身体里有一股暖瘤 丝润着五脏六脯 青脉从来没有感觉到 那么痛畅过 树小城 恭喜你 你指点人的速度 又闯新高 你小心用力过猛了 我只是想给他疏通经络 没想着帮他突破啊 我居然突破了 这是怎么回事 我帮你按摩的时候扫描过了 你的肌脉天生淤堵 导致周身真气不畅 树小城肯定也发现了这点 所以先引你激怒你 令你释放淤堵之气 然后刺激丹田 帮你疏通丹田经络 令你真气畅通 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 再说就矫情了 你要记住 我们启风谷的规矩就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斩草除根 以后再有人欺负你 你就像今天这样打回去 明白吗 我明白了 那师兄 你能不能再知道我 玩去 真好啊 小师妹这么快就突破了 是啊 真好啊 好什么呀 有什么 怎么一拳就给他打到练七五层了 为什么还是只有我不能休息啊 哈哈哈哈 虽然不错 要不 你试试机械飞升 啊 这炸 都怪你 我就说要加三分黄金 加多了不好 你非要加五分 现在爆炸了吧 二十出搞了一堆珍惜药杂让我们练弹 现在全炸没了 肯定会把我们掉进来 练到三天三夜都不停歇的 怪你 这是在炼丹还是做火药啊 诶 是谁来着 昨天好像见过 是师父昨天新片上来的小师叔 骗是什么鬼 你们就是大师兄的徒弟阴阳离子啊 我是师灵灵 你们是在炼丹吗 是啊 大师失败了 要是二十出知道了 我们就死定了 要不你试试 我 你在口出什么狂言 至少最后一份材料了 总是再失败了 我们真的死死死死定了 所以才让他来啊 哦 对哦 新手保护器 给 交给你了 嗯 那我试试吧 我去 我炼丹从来没有见过进攻 成了 嗯 这就成功了 这 这是我第一次炼丹啊 原来炼丹这么紧 啊 啊 啊 糟了 最后一份材料都炼坏了 这次是炼丹死定了 他炼的 嘿嘿嘿 怎么搞的 你们又把我炼当房给炸了 怪他 怪他 嗯 嗯 你炼的 是 缘有头战有主 二师叔你要找麻烦就找他吧 我只是想帮忙 我去 全是天阶品质蛋 你人品不错嘛 这和人品有什么关系 别人都认为炼丹靠的是经验或者空火 实际上炼丹就和修炼升级一样 修仙玉鸣鲜 靠的 就是一个良好的品质 不过 这每次才练起五层就能练出天阶心弃丹 哈哈哈 老五那个黑暗料理之王都练不出这么纯粹的天阶弹药啊 哈哈哈哈 这次真的捡到宝了 我的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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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级 鸡鸡鸡鸡鸡的 肯定又着落了 嗯 按照这个丹方 再练一份丹药 好的 鼠粉二两 甘霖一两 天南星三分 最后练出来的是 这啥玩意儿啊 厉害啊 连茂台咖啡这种现代常物都能酿造出来 看来他真的是练丹奇惨 既然如此 那是该好好调教调教他 小师妹 咱们走吧 去哪儿师兄 来帮师兄练大宝贝啊 希望有人没事 自从被树小城发现练丹的天赋后 施灵灵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压榨 加油 我练 练丹又有力 你这非诚全告你了 师兄 我真的练不动了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师妹你在这儿啊 快跟我去修行 哎 累死我了 师妹别偷懒啊 师兄的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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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练奇弹就靠你了 啊 变态啊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无拉无拉 超级练奇弹快快出现 死老二 别以为我拿你没办法 我这老六的名号 可不是白来的哦 明镜想好的日子 就结束了 小师妹来启风谷一周了 不容易啊 她这段时间虽然进步很缓慢 但也比之前纯费灵根时期强了不少 嗯 哎对了 她练的弹药效果不错 可以帮人聚系凝神 甚至是突破境界 哎二师弟 你 吃过没 啊 哈哈哈哈 我是问你 吃过饭没 哎 差点忘了 那些弹药就对二师弟和小师妹本人勿销了 大师兄 二师兄 早呀 哦 早啊 哦 二师兄 嗯 老六的信 这也伤了吧 可这信是六师兄寄给我的 寄给你 这死老六胡萝卜的什么药 哎 六师兄呈邀我参加四项如意镇 那是什么 四项如意镇是用来镇压强大要挟的法阵 由于法阵内部错综复杂 不定期法阵内会冒出来各种小妖怪 因此监察院时常举办一些仪式活动 招募有之之士 主动来对法阵进行清除和维护 不过 虽然我用书信告知过师弟们 启封谷新增了个小师妹 可四项如意镇如此重要 六师弟怎么会让你去啊 六师兄说我是启封谷的希望 只有我才能撑起启封谷的门面 小妹妹警方定心诈骗啊 老大快给时间上一看 来了 白来 启封谷六师兄 史上最狂观二代 自大洲建立以来家中世代为官 白家根基身后 白来身为家中独子 在大洲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 今日本公子高兴 闪黄金一两 后来闲得无聊就跑去霍霍监察院 成为六处处长 每天忙着处理各种行政案件 还不忘了关心师兄弟们 好久没见师兄弟们了 要不然回去一趟吧 顺便给他们带点好东西 他不知道从何处逃来的法宝和药材 以好东西为名投喂给师兄弟们 借了研究其特性 曾经导致树小城中毒 阴阳离子骑着骚着飞 还有我长出射精腿等等一系列在男性世界 如今他已经被我们拉入了黑名单 这么恐怖的吗 话说老六的家是不是这个方向来着 我给他隔空投送点礼物 省得他诈骗未成的少女 快住手 你这礼物送出去啊 就该给白来吃席了 得 那下次让他体验一下什么叫机械飞升 把线给我 那大师兄二师兄 我能去吗 小师妹你先别着急 我去到六师弟吧 可以 你怎么 这里有一本剑谱 你这几日好好研习 晚些时候我会替你重新锻造一把宝剑 出门在外 总得有件衬手的武器 谢谢二师兄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将启风谷发扬光大 嗯 去玩吧 小诚啊 你还是很贴心的嘛 就你话多 待会你写封信给老八送过去 看看老六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 好好好 都听你的 万一老六这一次没骗我呢 他真找到法子让我修炼 大师兄 我是 兄 我一定会给启风谷争光的 好好好 这是你二师兄让我转交给你的宝剑 他特意叮嘱 此剑威力巨大 不可轻易使用 哇 二师兄真是有心了 那 那我走了 注意安全 早点回家哦 我的计算结果显示 已失灵用现在的能力 他在四项如意这一事上 只会是最早被淘汰的女婢 不可能把个头筹 放心吧 那家伙带着大枪跟着呢 到头来还不是放心不下 死鸭子嘴 四项如意阵还没开始 路上梅花鹿被妖兽袭击成重伤 这可如何是好啊 要是长老知道 我们把他的座棋弄成这样 他肯定会重重罚我们的 你们快看那个人 诶 骑狗的 这哪门哪拍啊 这狗还会说人话了 真是出了棋了 会说话的狗 你能不能下来 我是斗不是马 童童铁骨豆腐腰懂不懂啊 你不是要天天叫嚣自己得到成仙了吗 那应该是先锋道骨无尽不摧 当做其正合适 这狗能说人话 想必已经得到 那一单可有大用 既如此 那便好办了 我最起码会飞 不像某人 至今连遇见飞行都做不 在狗叫什么 会飞了不起是吧 别转别转 这位兄台 你的狗不错啊 可否卖我 我们乃望月阁弟子 见兄台这狗颇有灵性 倒不如将这狗卖给我们 让这狗与我等一同 修炼生仙 原来是自己的坐骑受了重伤 想拿他的内单来补救啊 看嘛冠冕堂皇 说得我差点都信了 喂 你看不不说话呀 我们可是七大宗门之一 望月阁的弟子 取你的狗一条狗命又如何 你敢不从 你们的坐骑受了伤 凭什么拿我狗的命来给他留伤啊 狗是我的 我说不卖就是不卖 就不吃吃罚酒 越锁 嘣 我是没用的 我这阵法中的雷电 可是连筑机器的修饰都难以抵挡的 这魔法攻击阵法 大小 不要给你了 没问题 什么 大枪旋风踢 这狗会用回旋踢 这是正常狗能干出的事吗 我先去抓了他主子 举去一个没有修为的凡人 就如同踩死一只楼一般 烧死 狗狗 你们找他干嘛呀 狗狗 狗狗 物理攻击带来的痛 我们走 我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要是再让我遇到那个孙子 我一定要让他和他身边的那条狗付出代价 哪里来得起 是望月阁的道友啊 你们这身形头 我还以为是糟了灾的流明乞丐呢 你这就没眼光了 望月阁的道友肯定是要引领大中国修士的穿搭风筹 你看脸上那狗爪子花店多别致啊 咱们同属七宗联盟 你竟敢如此羞辱我们望月阁 有人吵起来了 我妈一群乞丐 就凭你们这群废物 也想参加四孝如意战 还是早点回你们望月阁 找妈妈哭吧 你别太过分了 这不是那个被逐出山庄的废物吗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真会气 第一我不是被逐出山庄 而是自愿离开的 第二遇到你这种败类我确实觉得晦气 若你真有能力 明月山庄又怎会不留你 山庄大度 我忍伤你自尊心才让你请辞的 你可别真把自己当回事 遇到你我们才觉得晦气呢 一个只知道莺莺莺的废物 快看他又要哭了 你们别太过分了 各位道友请注意 四项如意镇一事的报名时间 只剩下半个时辰 想要报名的各位请抓紧时间 女侠 感谢你为我们兄弟出头 但仪式要开始了 回头我们再登门拜谢 我可不是为了你们 我是为了我自己 走吧 报名要紧 你一个被逐出宗门的废 应该 无门无派 有什么资格参加四项如意镇一事 去了怕是也会被赶出来啊 我师称启风谷 有门有派 就不劳你这晦气玩意要操心了 你 启风谷 没听说过呀 每个鸡脚嘎拉的野心门派 现在什么人都能参加监察院的活动了 赶紧 等等 野心门派 张贝灵干 还真是物以类聚啊 哈哈哈哈 就是就是 能收留这废物的门派 能是什么好地方 哈哈哈哈 那启风谷 估计就是个垃圾聚集地吧 富玄 侮辱我师门 五次三番羞辱我 该打 羞辱启风谷 更该打 余霞看起来柔弱 没想到这么强 不过这腿法怎么这么眼熟啊 这丫头不是个费力干嘛 怎么忽然这么强 我只是下意识地试了下二师兄那一招 没想到威力这么大 二师兄说得对 谁欺负我我就打回去 欢喜的感觉真的好耍 干得漂亮 我刚是不是听到了大黄的声音 混账东西 居然敢打我们 找死 还想挨打 真的把我惹恼了 今天我拿你来记我的魂魂 各位道友请注意 四项如意阵仪式的报名时间即将结束 还想参加的道友请抓紧时间来报名 预报从速过时不后 直接来不用排队了 啊 啊 啊 别的路 别的路 啊 你别把我要紧 干得不错 都这时候了 突然说不用排队 这个检察院 真是跟白来一样不靠谱啊 老六虽然不靠谱 但正经事上从不乱来 一定说发生了什么 比他不得不加快速度 我找老六有点事 大强 你去跟着森林来 啊 你不跟着吗 我看那几个明月山庄的人都很小心眼 他们很有可能去报复小师妹啊 孩子大了 该断奶了 断奶了还让我这得到老狗跟着 四项如意阵仪式正式开始 考核方式采用积分制 积分最高者可获得监察院六处提供的神秘大奖一份 以及进入监察院就业的资格名额 消灭妖物 异兽 魔怪等都可获得积分 我一定要拿到第一名 给几风骨争光 也给自己争口气 丑死了 这种程度就下天了 要不是我恰好路过 你怕是已经被妖怪吃了 老六搞这个仪式分明就是白嫖傻的来祥阳风魔 给他白打工 偏偏傻的还挺多 这种小法阵 不会只有一个 附近应该还有 找到了 这里也有 果山 由这样的小法阵 组成阵营 再由各大阵营 整合成四大阵门 最后组合而成的 才是完整的四项如意阵 这种法阵 错综复杂 缓缓胸口 所以有极强的镇压效 一般 是用来封印妖王凶兽 当大恐怖之物的 白来那么着急 难道是封印出了什么问题 我非得找到施灵灵 那个废物不可 明月山庄那几个人 那个废物竟敢如此羞辱我 等我找到他 一定要把这耻辱 我加一千百倍的还给他 师兄你放心 来的路上 我听到监察院六处的指示提过 一宗武林中心 有一片沼泽地 那里是妖气最浓郁的地方 折服了很多难缠的大妖 就算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那边的大妖也足够对付他 师兄这个祸水冬饮的办法 真不错呀 那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找那个废物 把他赢到沼泽地 师领领啊 他那边还有大墙跟着呢 倒是不用担心 当务之急 还是得再调查调查这个阵法 什么人 先进 伟大的 先进仪式 伟大的 君王啊 我要将我们的生命 奉献给你 只要你能 得偿 所愿 啊 根本你没事吧 为王的大生 献上祝福 不 他这是中了术法 浪迹回头去 我已经封住了你的经脉 好好睡一觉吧 不过这个状态 不像是普通术法音响 难道是 谣 老八的回信 我倒是要看 老六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好 收完镜子 我们都能进入到前五了 谁干的 废物就是废物 杀个小妖子这么费价 就凭你也想拔他头筹 真是做梦 一口一个废物 除了嘴海 还有什么能耐 今日 我便用二师兄亲手锻造的宝剑 我要教训你 这废物 不会真得了什么绝世宝剑吧 看剑 我怎么是个唐葫芦 果然是垃圾宗门 练的垃圾玩意儿 笑什么笑 就算是唐葫芦 你照样把你 你可费物 这可调不起我们 常常我这万年玄铁打造的流星 唐葫芦剑法之 今天一定修现 我的锤子呀 看这剑到底是什么做的 怎么什么都能剔开呀 我的锤子 你干什么做的 按计划行事 施灵灵 那个废物 有本事就追过来 干掉我们啊 别跑 这孩子倒是挺像树小城的脾气 该出手时就出手 真不错 看来不用我出手了 你们站住 师兄 这废物的武器太猛了 我们根本挡不住啊 大爷的 说好了用这边的大妖对付他呢 这怎么一个妖怪都没有啊 别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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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药来了 废物 你 我 你 我 可恶 大强 一只 癞蛤蟆 也敢在本尊面前 叫嚣 你 大佬 我错了 大强 你怎么在这儿 小城不放心 让我跟着你 真的吗 我下山时 他都没来送我 我还以为他不在意呢 怎么又来一个妖怪 而且这妖怪和施灵灵关系好像不一般 一个施灵灵就够呛了 再来个大妖 不行 打不过呀 别慌 你看那儿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那应该是用来镇压大妖的灵阵 灵力充沛与专科大妖 反而我们 能够借出些许灵力 灭掉这两只大妖 宁月山庄 就是此次灭妖的头筹 还能顺便解决掉 施灵灵那个废物 就按师兄说的办 天魂戒法 音乐教会 处长 好像是沼泽那边传来的降动 一定是有人动了中心阵法 处长 属下这就带人 不必了 法阵不毁 如何出药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好强的灵气 不对 是好重的妖气 是他们在搞事情 我快阻止他们 搞羡慕的法阵 我感觉身体里 有远远不绝的力量 好强 小心 不好 这家伙被附身了 嗯 嗯 这有钱太多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是 厂长 已经控制住了 六处办事 闲人退散 怎么是老六这个玩意儿啊 他就是六师兄 去 把他捆好了押送回去 是 大强 好久不见啊 谁想见你 六 六师兄好 这就是二师兄带着的小师妹啊 听说二师兄对小师妹很关照 想必这趟出行 二师兄也一定跟来了吧 为什么一直强调二师兄 小陈快出来 这么大人了 别玩躲猫猫了 这趟是我自己出来的 二师兄不在 我都这么气他了 他居然都没来啊 可是师兄你邀请的 明明是我 哎呀 事关家国生死啊 这老二到底死哪儿去了 怎么还没到啊 老子不会法术 连个分行符都用不了 气死我了 要不是那死老六 我根本不会来这鬼地方 我根本不会来这鬼地方 你个头啊 等会就把你毛把了 祭奠老六 二师兄小剧场 鉴定一下 我路热门妖怪 这是助机器大腰 这是同灵镜大腰 这个呢 这是因为调休连续加班九天 怨气足够养活十个邪剑仙的射处 其实我本来是想请二师兄 来四项如意阵仪式坐镇的 毕竟这里封印的是南狱妖王 妖王 这玩意儿的实力都堪比杜杰期了 但他没回信 我就知道他不愿意来 所以 我邀请新入门的小师妹过来 想用激将法逼树小城现身 原来你不是看我有天赋才邀请我的 不过好像急过头了 他彻底生气不来了 所以 其实我只是你们play中的一环吗 连刚入门的小师妹都利用了 真不要脸 情况特殊嘛 不过就算现在树小城没来 我也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 刚出世的妖王狠体虚弱 所以他必定会找人活动 这只圣主并不会继承妖王的实力 只要趁此机会把宿主控住 妖王就逃脱不了了 之后再用俘虏抑制妖王的妖气 处理好妖王后 也不会对这小子产生什么影响 所以 仪式开始前 我命人给好几个打探情报的家伙 提供了沼泽的位置 就等着有心术不正的那个人 来当容器 打不过妖王 我还打不过这群菜鸡嘛 真老六啊你 六师兄好算计啊 这叫纪某 学着点 什么情况 都给我死 怎么 分车了 一决废物 这都挡不住 处长你说得轻巧 这可是妖王啊 刚才是妖王分出一道妖魂 假装附身 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他等本体肉身修复好了才出事 你也不知道 敢不敢得上这个月的医保报销 不过妖王这么大个 炸成烟花 心该也挺冠冠的吧 有先者 也好 我拿你来遮养本王的幽魂 不好意思 丑剧了啊 你的这些公鸡对我来说 根本就是隔血遭痒 毫无意义 小笨蛋 都什么年代了 谁家公鸡还没个二段模式啊 行了吗 你小子有点东西啊 我只是元英企 又不是树小成 你们觉得 我有可能单杀杜杰奇的妖王吗 愣着干啥 快跑啊 又是小 等等 别过来 小小猿鹰 倒还有些子是证明 这是又一个妖王吗 恐怕 这才是她的本体真面目 这下无人脱了 你们的灵气 山洞奉献给本王吗 我那小猿鹰 我证实精明的一生 不会就要这样结束了吧 好险 六师兄 刚才是你倒下的攻击吗 我没 那个水球 是小师妹的隐藏能力 六师兄 你快开 相指是吗 是像这样吗 什么东西 二师兄 你可终于来了 我就知道你还是在意我的 还挺好用的 何人当我 倒死 什么 你做错了两件事 第一 不准动起风谷 唯一的小师妹 第二 白来只能被我打死 原来二师兄 一直在背后跟着我 默默保护我 我就知道 有懵懵哒的小师妹在 老二不可能不来 黄哥 你说重铸灵根的那个呀 我出门太着急了 忘带了 好吧 原来不是因为我 你先把这妖王解决了 我等会儿带你回监察院呢 哦 那我等会儿再来 爷啊 老二 你最是大体了 原来我 你小子真敢偷袭本王 本王要将你们随时挽断 哇 他又来了 我去 老二 你惹的你要解决 都给我死了 都给我死了 包子在这儿 我们妖王也要让你尝尝 背后被人袭击的 不是吧 二师兄一程就把妖王打飞了 积操而已 你还多习惯 我人身上将没有任何运力波动 只能三番两次伤我 是我想找你了 打个架 死了我这么多 就为如此之高的修行者 其内的灵气 正好为我所用 打架能不能有点创意 动不动就封灵力 不聊 不知 我可是千年式灵阵 不仅会封住你的灵力 更会吞噬你的灵力 让你同归伤 哈哈哈哈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